陆元祺曾面临房子遭银行电话通知进入法拍程序 翻设自陆元祺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陆元祺去年比与小胖原为人结束14年婚姻挑起重担独自抚养儿女 还传出无法负担每月8万块房贷 基欠好几个月的房贷 他昨上节目命运好好玩回忆 被钱追着跑的苦日子 泪气表示当时遭银行电话通知房子进入法拍程序 当场在电话那头崩溃 陆元祺回忆那段奸行日子 当场泪崩 翻设自陆元祺脸书 陆元祺步入婚姻后 卸下电影明星光环在家相夫叫子长达15年没工作的他离婚时 突然背负庞大债务 贪言面临房贷 车贷压力相当手足无措 甚至基欠数月的房贷找不出来 被银行通知房子进入法拍程序 为了两名年幼的孩子 他只能坚强面对 身旁的朋友雪中宋坦 传讯息表示愿借他一笔钱度过难关 还要他不用急着嗨 我那天带着孩子 我头是晕的